梁亭支架 還立在地上 屋頂卻硬生生倒下來 還卡在圍牆上 碎片掉落滿地 現場滿目瘡痍 從另個角度看 大樓頂樓突出龐然大霧 卻只有薄薄的女兒牆支撐 就怕會有墜弱危險 如果萬一再來很多遺症 你萬一找哪邊不曉得 如果你用到我們這棟全部都要去陪人家 之後先走走0403 地震波及到華蓮市區中心 路上的馬可博羅大樓 被縣府貼上黃丹 沒想到受災戶領位問津 卻吃閉門根 黃丹你貼了 叫我們領了還說 現在要把它撤黃丹 這一筆一萬塊不是我們要求你給我們的 是你說要給我們的 我們才去領 此磚破裂鋼筋外露 就怕會有餘震屋頂掉下去 損失恐怕更慘重 同在災區卻領不到一萬元 住戶心理超不平衡 居住都沒有任何問題 他是因為墜落物的問題 才造成漲鐵黃丹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應該是 他不需要有這樣子 我覺得慰問金是 我們都是在緊急的時候 就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建設處認為不影響居住 張貼黃丹竟在十一號晚上撤回 社會處也因此不發 慰問金讓住戶超傻眼 紅黃丹的一個鑑定結果是有所變化的話 那我們還是會依照這個建設部門 他們的一個最終的鑑定結果 建設處回應會支付費用 直到拆除完畢才要撤單 但住家的圍樓認定反反覆覆 如今家毀了還要被政府討回補助 也讓災民徹底心寒 華視新聞章 中文字幕提供